我們回答Candy的問題 問長盛汽車2333 他說早晨 他14.8元買的 他說現在怎樣做好呢 是不是要離開呢 他應該是 如果是近期買 就在7月初 有一個裂口之前就買的 其實這些位置 然後就掉下去了 走不走 也很尷尬 下跌就在這裡 在細頭上還有機會試分 11元10元 這些位置我覺得真的不奇怪 但由於整個7月份 直插沒有稅化 隨時有機會技術反應 彈到上13元的位置 都不意外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可以做什麼 又真的做好風雄管理 純粹是說近期試過幾次 大約是11.2元 這些水平都不穿 站穩 收起來算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彈到13元這些位置 但是你問我 突然要再看回到14-15元的位置 我看回它的銷售數據 或者未來對業績的預示狀況 我覺得那個毛利率的壓力 其實都應該真的挺大 所以我覺得暫時 你那天說 以業績或者再駕駛下去 真的不對 所以做好風雄管理 穿大約是11.2元這些位置 我建議走 今天低位都很接近了 其實是嗎 是的 可能是 Candy要做好心理準備 好 再問另一隻車股 叫李米曹 他問吉利175元 他說21元買下來 那就是 他說是否現在的曬月轉翻差呢 有沒有機會回去買入價呢 不會說不會 坦白說 等於長城 假設剛剛之前的觀眾 對公司很有信心 你不聽我說 你繼續拿下去 可能有機會贏錢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論基本因素 我們分析上面 始終覺得 供應鏈 各方面的問題 留意市場 我們說的 無論美股也好 說的也好 我們看得出 資金想法相對比較短線 不是向一些長線角度上出發 長線角度很多都是覺得冷靜 看定些才相對地會比較好 但是短線方面 就是市場近傑南 最內地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救汽車 救行業 這些因素導致股價反過來 但是未來出業績 我印象是今個星期四出業績 你份業績 其實你又要想到 這麼多車股當中 你未有一個 形起形境的上昏因素 估不到 我也擔心這個行業的無理率轉差 所以你問我一定是神神的 但是在你的個案子上 21元開到現在 之前11元都沒怕過 你都可以開到現在 很難這些位置突然叫你離開 你問我簡單一點 如果你半年前問我 可能14元13元那些位置 我都叫你離開 這一刻你開到上來 你就贏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 用一些常用的平均移動線 大概16.5 50天線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指示位 沒理由就定到最遠的平均移動線 14.4這些水平台就完 我覺得你拿回16.5元作為一個落車位 安全起見落車 OK沒問題的 但你問我吉利 我就看得比較淡的 真的 所以你要在業績前 你問我幾大都要走 沒理由明知你看淡距 你又要炸業績 業績出來明明是差 跌下去的時候才吃碎 但問題是 短線 資金純粹還是圍繞著國策扶持 極黑這些因素上來做炒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的話 相反地我覺得短線有時 基本因素上未必都是太準的 你可能想回市場想怎樣 短線就留回 用途票走勢來做決定 50天線 我覺得穿起來 你可以考慮落飯斜的 但是你開了很久 你選擇繼續一直長線開下去 吉利又未至於炒到不值得長線持有 有很多黑新聞白帶 過程一定是很長的